年轻到很多人都出远门来旅游 但是家里头的狗宝贝不能跟着去 如果送到宠物旅馆又担心宠物不习惯 那该怎么办呢 现在就出现了一种兼差的行业 就叫做宠物带养员 他会到您家去帮您喂狗还跟小狗玩 一次是收费450元 而且您知道吗 他们的case是多到应接不暇的 带养员一天预估要跑15位客户的家里头 从除夕到除尔短短三天 他就可以赚到2万元以上 骑着机车大街上爬爬走一开门 可爱的柴犬好奇地看着他 原来他可不是这只柴犬的主人 而是专业的宠物带养员 针对因为出远门的四主道府服务 不管是喂食还是玩玩具 都让狗宝贝好开心 另类的宠物保姆在连续加起需求量大 可以说是应接不暇 最多的话一天会到15家到20家 从早上6点就出门了 然后到晚上12点才跑完全部 一般的宠物旅馆年节价格 一天飙破2000元 宠物道府带养年节收费450到550 平日更只有350到450 收费只有五分之一 难怪对四主来说 宠物保姆当然划算许多 以过年最忙的三天除夕到初二 宠物带养保姆一天就要跑15家 一家收费450来计算 三天的收入就破2万 不过一开始创业也遇到不少问题 因为光是要说服四主 让陌生人来家里为毛宝贝就不容易 所以宠物带养缘除了契约书 还要将自己的身份证印本交给四主 更每天上传宠物的照片 才能让主人彻底安心 但可别以为宠物保姆时薪高 工作又轻松 因为三不五时尽可能遭遇生命危险 比较辛苦可能就是怕会被那种有攻击性的攻击到 曾经发生过吗 有 就是有些猫咪就是比较凶的 它会你过去靠近它的时候 它会先抓你啊或者咬你这样 影君说当初也是因为要出远门 又担心嫁了宠物 住旅馆不习惯 所以萌生干脆来当宠物保姆的念头 入航三年 现在跟立下志愿 要当抢前一竹 来圆他未来要开宠物店的梦 东云彩新闻林志金女官辉 台北采访报道